每天五道题 1. The dresses in the world are什么 衣柜里的这些裙子是那对双胞胎的 双胞胎的正确表达 TWINS是一个以S结尾的名词 那么我们以S结尾的名词 表达所有格时 要在词尾加上PEAR 表示所有关系 所有格 所以双胞胎要选 The twins 2. My hands are bigger than 什么 看见蛋这是比较极的标志词 这是一个对应句 我们要遵循前后一致的原则 我的手不能比你大 这是行物蛋 后面没有名词 不能单独使用 所以本题选择C 3. Would you like some juice? No, thanks I'd like some water Please 你想要些果汁吗 本题考核 some, any的用法 some, any表一些 可数不可数都可接 some通常用于肯定句中 any通常用于否定或疑问句中 但some同样可以用于请求疑问句中 希望对方做出肯定回答 好,这句话里边很显然 would you like 是一个请求疑问句 虽然是问句 我们依然用some 这是一个肯定的回答 I like some water 所以本题选择B 4. There is some old football there I like to play football 给你考核 给你考核冠词的用法 有一个足球在这儿 一个足球 这里边不确定的一个我们要用不定冠词 old这个单词 注意它的第一个因素为原因因素 所以表达一个要用an play加球类直接加 中间不可以加其他的冠词 所以本题选择c 5.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lesson什么 这是在学习我们编号的表达方法 注意要用名词加上基础词 它等于定冠词的 加上叙述词 再加名词 所以lesson 名词加上基础词 lesson one 它大写了 我们保存一致也要大写